各位同胞,晚上好。 过去二十个月,我们一起对抗冠病, 你们与政府全力配合, 使到新加坡可以逐步走向新常态, 回到我们熟悉的生活。 自去年以来,我们的世界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段时间,我们在生活上和在工作上不断地做出调整, 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我们失去了不少,但也得到了不少。 我们应对逆境的功力更深了, 学会了见招拆招,灵活应对。 我们学会了在网上买东西和卖东西, 也体会到电子付款的便利。 大超换小超,店家没得找。 手机扫一扫,麻烦省不少。 不能外出时,我们也没闲着。 借机学习新科技和掌握新技能。 活到老,学到老。 由于病毒总是在找机会突破防线,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现在,我们的接种率已经达到了80%, 抗议跨部门工作小组经过评估后, 已经决定开始谨慎地调整防疫措施。 我们原本采取病例清零的策略, 现在正在小心翼翼地转向与病毒共存。 在逐步开放后,每天的确诊病例可能会增加。 不过,我们会关注住院和病危的人数, 确保医院可以应付。 我必须强调,打了疫苗,不代表你就百毒不侵, 不会被感染。 不过,接种疫苗会降低你被感染的几率, 而如果你不信还是被感染, 疫苗可以大大减少你病重的可能性。 此外,目前在全球传播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传染性高。 我们还有十万名年长人士还没有接种, 这让我很担心。 我一再向你们做出呼吁、劝告, 希望你不要嫌我啰嗦。 但我必须再说一两次。 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也为了社会, 恳请你,马上行动吧! 冠病对新加坡以及全世界都是一代人的考验。 虽然我国的情况比很多其他的国家好, 但是我们的社会也面对一些挑战。 其中一项非常敏感的问题是种族和宗教关系。 过去几个月,我国社会发生了极其种族事件, 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 从前,这类事件偶尔发生, 但比较少受到关注。 如今,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这类事件很容易被夸大和喧软, 激起强烈的情绪, 影响到种族之间的感情。 值得庆幸的是, 大多数新加坡人明白种族和谐的重要。 各族人士纷纷表态, 要和种族歧视划清界限。 我们的建国和立国一代, 经历过动荡的时代, 所以他们很支持多元种族的政策。 在新加坡独立的初期, 建国领袖坚决采取 对各个种族一视同仁的总体方针。 政府在制定法律和行政措施时, 在各族之间不偏不倚, 不偏袒任何一族。 这个最根本的建国政策, 获得了华社的支持, 奠定了各族和睦相处的基础。 当时, 华族为大局着想, 做出了一些让步, 比如接受英语作为共同用语, 让少数种族生活得更安心。 我们使用英语也意味着指挥华语和方言的华族是处在不利的位置, 因此所谓的华人特权, 在新加坡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平等对待各族, 没有什么特权。 很少国家采取这样的平等政策, 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 就更少了。 半个世纪前, 新加坡华社人士做出妥协, 甚至觉得自己退让了一大步。 但是过了56年, 事实证明, 历史证明, 这个基本国策对各族同胞都是有利的, 包括华族同胞。 这是因为它带来了种族和谐, 社会稳定, 让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 它还帮助我们与邻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减少彼此之间的猜忌。 因此, 我感谢作为人口多数的华族同胞, 你们一直以来支持这个建国理念, 确保我们享有长久的安定和繁荣。 过去几十年, 我们的日子很平静, 我们可能渐渐地把种族和谐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失去一些敏感度。 一些华族人士可能没有意识到少数种族的感受, 但我不时会得到非华族同胞这方面的反应。 今晚,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提醒大家, 我们的种族和谐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种族关系势必以前更密切了, 但是, 种族情绪仍旧存在。 第一个例子是, 少数种族租用房子的不愉快经历。 所有的屋主都希望找到理想的房客。 有些华族屋主因此先讲好条件, 吩咐房屋经济, 最好不要租给某某种族的房客。 所以, 当房屋经济遇到非华族的房客时, 只好告诉他们, 对不起, 房子不可以租给你, 因为屋主不想要某某种族的房客。 不是所有的屋主都有这样的偏见, 不过这种事情发生时, 我们不难想象, 这些少数种族的房客碰钉子后, 会感到很痛心, 很难受。 第二个例子是, 少数种族同胞在寻找工作时, 有时候会比华族来得困难。 这是因为一些华族雇主, 倾向于聘请华族员工。 一些工作需要用到华语, 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必须接受的。 但其他工作就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雇主在招聘时, 列出这个要求, 就会让少数种族觉得不合理, 不公平。 我举这两个例子, 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少数种族的担忧和困扰, 并且对他们做出应有的通融。 我们在结交朋友和找对象时, 会偏向寻找与自己语言和文化相近的人。 这是人之常情, 在任何社会、任何族群都有这个现象。 这是私人的空间和个人的决定, 一般上不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然而, 人员的聘用和房屋的租用, 牵涉到各族的共同空间, 直接影响到种族关系。 我们一旦让雇主和屋主的偏好积累起来, 久而久之, 就成了少数种族所感受到的偏见, 甚至是歧视。 这样下去, 我们的社会裂痕会逐渐加深。 因此, 大家都必须秉持各族平等的原则, 以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社会。 总的来说, 我希望各族新加坡人 继续与大局为重, 互相妥协。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长久维持社会的和谐, 与国家的团结。 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但也应该求同存异。 在这个前提下, 政府会支持各族发扬和保留自己丰富的文化。 我们做好文化传扬的工作, 年轻一代才可以接受悠久历史的熏陶。 这是我们的根。 我们不能失去文化的根, 以免随波逐流。 对于华族文化, 政府一向来全力支持。 我很欣慰华社组织不遗余力, 弘扬本地华族文化。 比如去年庆祝成立180周年的福建会馆。 他属下的文化学院所提供的各项课程, 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艺。 我看过小朋友们的表演和作品, 水平都很高。 除了各个中乡会馆, 推广华语理事会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机构, 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 政府会全力支持他们, 让华族文化能够心火相传。 我也要鼓励家长在家里多跟孩子、 孙子讲华语, 让他们接触华族文化, 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 今年累月, 我国的华族文化展现了 新加坡的精神特质。 文化奖得主林子平先生的艺术生涯, 就是很好的例子。 两个月前, 我很荣幸有机会和林老先生见面。 这位土生土长的百岁书画家, 艺术创作独树一个融会中西。 他早期的作品里, 描绘了新加坡旧日的生活面貌, 表达了对国家的深厚情感。 为了感谢母校中正中学的栽培, 林老先生也捐出很多作品给中正。 这体现了华人饮水思源的传统美德, 也凸显了华校的良好校风。 我们为了保留昔日华校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 而设立了特选学校。 让学生能够沉浸在双语环境里, 并且有更多使用华文华语的机会。 我希望特选学校在新的时代里, 再接再厉, 为国家培养新一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 与此同时, 学校应该让学生多接触其他族群,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维护多元种族社会的重要。 我们需要继续重视这项工作。 这么多年来, 在政府、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努力之下, 我们塑造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面貌。 这是跟其他地方的华人社会有所区别的。 在新加坡社会, 我们接纳了不少来自外地的华人和华语。 他们需要时间入乡随俗, 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当中有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也有接触的艺术家和运动员。 他们成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为社会、为国家争光。 其中一位是我国乒乓国手, 于孟宇。 孟宇,17岁来到新加坡, 多年来代表我国参赛。 本届奥运,乒乓队出发前, 我跟他们在网上见面, 为他们加油打气。 我就告诉孟宇, 你是我们的沙场老将的。 孟宇这一次带伤出战, 尽管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 他却毫不畏惧, 一纷纷拼搏, 一路杀尽四强, 一心想为新加坡争取奖牌。 很多新加坡人在观看现场直播时, 也为他的毅力而感动。 我也追看了这几场比赛, 能感受到他的坚持和拼搏的精神。 孟宇自己说, 我已经全力以赴, 没有任何遗憾。 虽然他最后没赢得奖牌, 却赢得了新加坡人的尊敬与掌声。 这就是新加坡精神。 不去不挠, 奋勇向前, 勇不远起。 这些日子以来, 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 新加坡人做出了不少牺牲, 并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未来几年, 全体国人必须并肩作战, 我们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这让我想起一首我们老华校生都很熟悉的老歌, 那是三十年代的春天礼。 大家应该熟悉这首歌的开头, 春天礼来百花香, 朗里个朗里个朗里个朗。 但最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最后几句歌词, 不用悲, 不用伤, 前途自有风和浪, 向前进, 莫彷徨, 黑暗尽处, 有曙光。 所以, 我邀请大家, 不用悲, 不用伤, 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只要保持团结, 就一定能够走出这风和浪。 谢谢大家。